我们小孩是因为支援体肺炎 现在是在中山市的坦州区人民医院来住院 然后在这个住院期间呢 发现这个寿业的时候 这个输业馆的气囊里面有一根毛发 但是我们也找了相关的单位 比如说食药监 卫健委 还有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派出所等等等等 当然这些部门的话 他们目前都是希望我们先跟医院先进行协商 但截止到目前为止 医院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这个说法 我们的诉求也很简单 我们是希望保证短期和长期的这个健康 然后其次才是适当的这个赔偿 那到现在为止医院还是没有证明来答复我们 他们推断这个毛发是本来就在输业馆里面 是生产厂家那边的问题 我需要的是医院来和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们再去跟厂家去进行追责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先建议跟医院那医院院方 然后进行沟通看看 然后他那个市民他也有自己诉求嘛 然后看一下那个院方是怎么回应的嘛 然后看一下市民对于冤犯的回应的一个处理结果的一个态度是怎样的 感谢观看